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亦或是在正阳门建楼上眺望 我们一次次切身感悟到这种穿越古今的历史传承 中轴县不仅仅有着今天在地表可见的伟大建筑 很多故事还掩埋在地下 近年来的考古工作让北京中轴县的时空意义更加趋于完整 前门大街游人如知 在正阳门建楼的脚下 正阳桥遗址的发掘 便为我们生动还原了历史的现场 据考古学家介绍 正阳桥在明清时期就已经修建 曾经贵为中轴线上规模最大的一座单体桥梁 也是北京内城九门外 桥梁中规制最高 规模最大的 从上世纪初开始 历史的变迁 城市的改造 让它渐渐尘封在人们的记忆中 正阳桥最终被埋入地下 而2021年以来的考古工作 完整揭开了正阳桥的桥身遗址 桥身上的溪水兽手 宛如大雁展翅的博岸 和行似尸首虎身的镇水兽 栩栩如生 他们记录着正阳桥往昔的繁荣 更为我们提供了中轴线故事的生动助讲 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 考古学家们还发掘出了中轴线南端道路遗存 以物质实证真实地展现出明代以来 南端居中道路的位置 走向 工程构造和不断传承沿用的历史 它也是国家礼仪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7月27号 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东城秩序的杰作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七个世纪以来 北京中轴线从未缺席中国的发展 深移的成功并非终点 今天 北京中轴线所承载的思想火花仍在发光 城市遗产的保护不仅仅关乎过去 也是为了更好的建设未来